春筍 竹筍是竹的幼芽 竹筍种类繁多 一般以出土日期分为三大类 春筍就是其中一种 只在每年三到四月当做 当做期短以外 生长速度亦很快 怎么证明? 我用诚语来回答你 生长得多不好吗? 不好 因为春筍生得越高就会越老 老了就不好吃了 年轻是不可以回答回来的 加上春筍经过雨水洗礼 水分特别多 所以更容易变化 吃它除了要争取时间 都要懂得找门路 今次我们就找到它 来为大家介绍 这个是洪浙的花来做笋 很冷 暖暖的 刚刚身心翻到 因为上海人 零波零 即光影 这边的人全部都喜欢做笋 所以这边的人可以去买 本家事里面没得买 因为我两三亿码 拿个皮革来 没花很多时间 很长时间 一边烹出来 一边烹黑 一边烹黑就没更好吃 这么大风险 为什么都要买? 不怕蝕蜜吗? 因为这些笋要爽 要清甜 要冷 而且有很多青霉 冬森要哪里 我喜欢春森都不冬森 说到这么吸引 但坊间常说笋好毒 食笋会化 究竟是否事实呢? 其实笋不毒 笋本身属性是金汗的 有清热化痰 有烧脏和透疹的作用 但对于某些体质来说 其实它是一种法物 所以某些容易过敏的体质 或者某些体质虚寒 比较虚弱的人士 他们吃了之后 可能会产生一些过敏反应 等等 或者一些不舒服的症状等等 所以吃之前 最好都是了解自己的体质 既然不像坊间所说的万恶不赦 不妨趁4月最后机会试一下 要试当然都要懂得选择 长的猪神法不太好 人都不识不知 要选择大条 所以一般我的食物都 矮肥和白色色的 一种猪神是最漂亮的 春笋最多只能放一到两天 未吃的话 就先不要撕掉外皮 想延长保质期 可以用布纸包好再放入冰箱 煮前用手撕开外皮 或者用刀背戒一刀再撕也可以 老板娘教大家 可以将春笋分成两部分再切 老一点的部分打直切 乱的部分就打斜切 做法方面 最经典一定是油炆笋 或者加上咸肉、腩肉、百叶夷等材料 煮成俗称、叶夺鲜的汤品也可以 这个春天 懂得吃的 一定要抹紧这个笋盘 报告长官 这个物体疑似粟米 又有几分似手榴弹 网民都客气了 中了 好噁心 买了都不敢吃 最惨的是 这个物体会脱色 吃完嘴好像中毒 拿上手都会染到色 洗了三次手才脱 其实它是紫粟米 今次就打开它的炉山珍面目 紫粟米常见于南美洲、秘鲁、智利等地方 是当地的特产 价钱亦比一般的粟米贵三至四倍 除了全紫粟米会脱色之外 混入了红色 紫色的粟米亦会脱色 不同的种植方式和环境 都会影响粟米的颜色 至于粟米的颜色 和它的口感 就未必一定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常见的颜色 有黄色、白色 有一些会有红色、紫色 而我们平时见到 红色、紫色或蓝色的粟米 其实都是因为它有一种 天然色素 叫花青素 而花青素 其实也是一种护眼的营养素 令到眼睛的视纸质更加好 而这种色素的含量多和少 就会影响粟米的颜色 脱色亦是自然现象 例如在我们烹调的过程中 如果大家是用白纱的方式 这些色素有部份是水溶性的 它们就会溶在水里 令到好像有一个脱色的情况 但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现象 都是安全食用的 大家就不用担心了 但是最建议的方法就是蒸 这个方法可以保留最多的营养素 好像刚刚提到 用白纱的方式 就虽然会令到 可能粟米的口感好些 多些水分 不过一些水溶性的营养素 其实都是会溶在水里面的 以后见到它就不用客气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衝一下 手把拼搅拌 手把拼搅拌 足的颗球 手把拼搅拌 地板 手把拼搅拌 加布 它 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究竟三色椒的营养价值上有何分别 不如请营养师讲解一下 三色甜椒通常有青椒 红椒 黄椒 橙色 最主要青椒是未成熟的时候的颜色 而红 橙 黄 这些就是成熟的时候的颜色 所以都是同一个品种叫甜椒或番椒 而成熟的甜椒 即是黄椒和红椒的维他命C含量都很高 还远超过柠檬和橙的维他命C 三色椒之所以有不同颜色 是因为它们的天然色素 因此它们三者的营养价值都有少少不同 红椒本身都会有这个叫焦红素 焦红素其实是一个抗氧化的营养素 这个抗氧化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抗衰老和抗蓝 另外就是有这个橙色的椒或黄椒 它会有一个β的胡萝卜素 这个胡萝卜素经过我们吸收分解之后 在身体那里提供一个维他命A 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 令到我们的视力是更加好的 青椒虽然它是未成熟 但它反过来就有这个叶绿素 叶绿素其实帮助防止这个紫外光 帮助我们的眼睛抵挡了UV 青椒也是高纤维的食物 可以帮你散一下腸和防止便秘 但留意青椒本身就是未成熟 很多时候它有一些化学物 就会令我们的胃未必能接受到 如果对于胃未有那么好的人士 我们就要留意生食青椒便会胃痛 最后营养师就建议三款椒都不要煮得太熟 因为当中的维他命C会流失 所以煮菜时用快炒的形式 兜一兜就可以了 记得订阅果子啦 还要按下小小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